欢迎收看今天台湾新思路 在过去这几年有个名词 正不断侵蚀着你我的生活 很多人都感同身受 这个名词就叫做通货膨胀 而且在8月份 主机总处发布的物价统计 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升到了百分之二点五二 这是近七个月来最高 同时也冲破了百分之二的通红警戒线 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另外一种通红 它是史上最复杂 同时也是冲击经济最大的隐忧 它就叫做绿色通红 顾名思义说到绿色就是跟环保有关 而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全世界现在要拼净零碳牌 结果造就了原物料跟金属等产品价格飙涨 全球媒体甚至车绿色通红 是下一场的金融危机 但它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甚至进一步改变你我的财富呢 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要先来拆解 这个高物价之下的隐藏凶手 而且面对绿色通红这头巨兽 我们又该如何面对 在炉中放入原料 这家工厂专门生产光电产业 使用的碳化系半导体材料 制成中除了得先让炉子形成真空 还得加热到1300度 过程耗时12到18小时 我们要帮光电产业生产承载盘 我们所使用的流程里面 高温烧解炉是我们这边里面 耗电量最高的 也是碳排放最高的一个制程 厂内还有好几台精密加工机 同时作业 用电成了这家企业排碳最大的元修 占比达到84% 上次上规公司也会去要求 我们供应商也要去做减量动作 如果说我们不愿意加入它的行列的话 我们就必须被它排除 以这家化工厂来说 产品主要卖到中国新加坡 下游客户的光电制品更外销欧美 减碳已经不单纯 只是环保思维 而是不做就难以生存 业者估算 现阶段至少会损失一到两成订单 假设说未来客生碳税的话 我大概支出在1.3%而已 对我来讲我还是必须要去做 不然吊单对我们公司来讲 其实是损失更大 为了尽可能减碳 业者把研磨产生的废料 重新提取再利用 即使会提高生产成本 但比起接不到单 业者宁可花钱改善制程 一吨碳的价格 你要能够到3000块台币的时候 那我们当前所有的减碳措施来讲话 大家都会去投资这些减碳措施 全部都是划得来的一件事情 不过想制定减碳策略 第一步还是得先找出碳排统叠 我们在做碳盘查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叫做规则的饮用 这件事情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会有碳排系数 必须要饮用最新的版本 那如果企业在饮用这些数据的时候 没有拿到最新版本的话 有可能我探盘查的数据就会错误 永续顾问这个关键字确实是 有点上范贝斯的成长 那其实接案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目前国内有上千家企业 都在排队等着盘查 让永续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而盘查的费用 从数十万到百万元不等 盘查结果也不是公司说了算 还得自费请第三方单位验证 光是这笔开销 就让中小企业一个头两个打 必须要去委托顾问公司来扶到我们 那这一部分外面的一个收费行业 大概都十几万 那我们做完之后 大概只是第一关而已 那后面还有第二关就是说 我还去做查证 没有达到那个规定的话 这个案子就是说查证的东西 就算费用掉了 那再重来你就要再花一次的费用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有即时的用电 然后需量 以及当日的消耗跟我们的碳排放等等 产业电脑供应商严华 全球员工有8000人 碳盘查的复杂度 远远超过规模不到50人的中小企业 一样都是办公室 为什么大交易内量不一样多 那我们就可以去抓出 它的不一样的点在哪里 那去用不同的政策 不同的方式去让它解电这样子 严华成立专门的ESG团队 同时透过软体 监测各场需用电情况 在永续智能方案 前后投入多达2亿4千万 占资本支出来到18.5% 会砸下这么多钱 就是因为大企业要面对的 是更昂贵且复杂的国际碳税 我们的碳成本没有控制好 它在我们未来的出口 它在我们未来对其他国家的一些交易上面 它都会产生非常高的成本 尤其是说对欧盟 我们对美国 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提供一个 完善的资料 他们就会用他们国内最严苛的标准来看我们 以欧盟碳边境税来说 2023年就得先交出排放数据 2026年高碳排产业先付费 同一年美国版碳边境税也要上路 日本 加拿大也在研议要收碳税 台湾则是2025年开征碳费 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预计要收300到500元 它被课征了 它也会转嫁给我 那我就必须要去承受这个 那我也是会去增加我的售价 减碳成本究竟吃掉多少企业利润 根据环境部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全台2021年共排放275百万公吨的二氧化碳当量 前三大排放源是来自石化 钢 铁跟电子制造业 环保团体以亚洲邻近国家平均碳费每吨500元计算 排放最多的台速石化 碳费要高达133亿 排名第二的中钢也要较出111亿 台积电则有50亿支出 排碳大户或用电大户的前十大来讲 大概会侵蚀到的这个金额 可能是20亿到300亿之间 而这还只是台湾的碳费 若是以欧美碳价水准来算 企业要面临的恐怕是每年高达两成以上的涨幅 甚至转嫁消费者影响你我的钱包 像是德国在2021年导入碳排放交易机制之后 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了0.63% 而根据国内智库推估 台湾2025年如果每吨二氧化碳被克台币300元碳费 会造成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约0.62% 世界经济论坛有而浪持一本全球风险报告 然后就在看说这些短中长期可能会碰到的风险可能有什么 短期的风险排名第一名的确是在两年内的 是这个生活成本增加 绿色通膨也涵盖在里面 绿色转型势必得面临成本上涨 但不转型加剧气候变迁 所带来的冲击伤害只会更大 当未来十年这一道绿色通膨浪潮 朝着台湾扑来 恐怕也代表着地物价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在上一则的专题当中有一个字 碳接下来将影响未来全球市场的布局 而且在2023年422世界地球日前夕 我国总统蔡英文曾经公开表示 台湾将设立碳交易所 而不到四个月 8月7号台湾碳权交易所上路 一序之间碳权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 简单来说 碳权就是碳牌的权利 也跟央行发行的货币很类似 只不过碳权不是印钱 而是发出了碳牌的权利 所以谁能核发碳权就成为了重要的关键 而在这里可以细分为两种 一种是强制性市场 是政府主导依据产业别 分配给各个企业不同额度的排放权 达成减碳的目标 而另外一种则是自愿性市场 由企业主动发起 透过了造零使用再生能源设备等方式 换取多余的碳权 成为一种金融商品 提供企业相互买卖 但是问题在于直到现在 台湾还没有制定碳权交易模式 跟碳费价格 所以到底该卖多少 至今没人知道 要等到2025年 台湾才会收到第一笔的碳费 但在此之前 就在2023年10月份 欧盟的碳边际管制机制就上路了 如果要跟欧盟做生意 必须要申请碳排放量 同时还得购买凭证 对此台湾的排碳大户 该如何因应呢 带你了解 来到云林能看到绿油油的大片农田 这里是花生稻米跟青菜主要产地 地上的白花菜已经长出菜苗 牧农四五十年的农民张俊华 正在施肥提供作物生长养分 把他的头用到沙子肥料把它缠掉 未来他打算把化肥改为有机肥料 成本预估提高四成 墓地除了改善土壤提高收成 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减碳 因为油肌肥它可以慢慢来改变 我们的土壤 让我们的土壤 生成比较比较多的油肌质出来 现在用油肌肥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种碳 未来碳前它也可以在国际上可以卖 为什么肥料会跟碳有关 简单说当有机物质增加 就能把碳封存在土壤 形成天然养分 换句话说土壤健康的农地 不只能生产好作物同时还能种碳 让农民取得碳权多一份收入 不过这门跟碳有关的生意 到底有多少收益 我们实际找到了碳权开发商了解真相 按照我们土壤有机碳要增加的方式去跟作 所以我们每一年就去比较它 我跟去年比差了多少 所以那就变成它的碳权 我们可以拿土壤里面的有机值 这很容易测 从土壤采样测量有机碳含量变化 台湾小农重碳采用国际验证机构 Gold Standard黄金标准 预估每公顷农地可生产一顿碳权 今年各个小农它有多少的额度 那我加总起来我要跟小农去 先把这个碳权让渡到我手上 那变成我代理他们去卖 转移到我手上跟Gold Standard去登录 到2022年为止 全台有300公顷农地加入小农重碳 每年预计可生产300吨碳权 根据2023年3月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价格 每对100欧元来换算 预估仅有百万台币价值 即使业者透露国际石油巨头壳牌 已经有意收购 但目前仲碳的面积不大 而且要取得国际认证要假不菲 农地仲碳有没有经济效益 还是问题 这未来还要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不是说马上种马上就可以收获 因为它有可能是三年五年 才可以看到成果 不过当碳交易变成生意 从小农到一般民众 恐怕都得搞懂碳权是怎么回事 目前国际认定的碳权有两种 一种是总量管制 由政府设定企业排放额度 当企业超过配额 就得额外购买碳权 反过来若排放量低于上限 就能把剩余的额度当成碳权出售 另一种则是资源性减碳 像是台湾的农地重碳 或使用再生能源造零等方式达到减碳效益 减碳量经过国际单位认证 就能取得碳权到市场买卖 风力发电或是太阳能光电 产生的减碳 那种碳权比较多 森林碳权 湿地碳权 比较容易引发一些争议 到底具体的成果是怎样 它有没有被破坏掉 专家直言透过再生能源减碳 取得碳权成效最明显 只是再生能源在台湾供不应求 至于人造零取得碳权 在有六成面积是林地的台湾 更是难以落实 甚至出现破坏自然零 在造零的争议 碳权开发商才会锁定农地重碳 你又卖给了台电 然后这而且是国家有规定 就是说你要多少的这个绿电 那你等于你的法定的意义 所以它就没有额外信 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最新报告 目前已经有多达73个碳价制度 全球碳税跟排放交易系统 收入达到950亿美元创下新高 只不过当无形的碳成为有价商品 碳权恐怕沦为有心人士投机炒作标的 各种碳诈骗层出不穷 台湾就有公司直接宣称 自己是碳权交易所 在网路公开贩售碳权 进入网页还能看到买卖需求跟出价 不法分子借此吸金上亿元 遭到递检署起诉 台湾在碳权上面的市场是非常纷乱的 所以我们一直听到有很多的前客 就说我在东南亚那边有找到一块地 我种种树 然后那边碳权 然后经过哪个国际机构认地 我就可以拿过来回来去做地检 基本上这些事情在国内的标准上面 来讲话其实并不符合 即使是国际认证机构 也不一定就有保障 就连全球最大的探权认证机构Vera 都涉嫌造假 旗下合法的云林保育专案 被科学团队发现 又高达94%是无效探权 国际品牌都受害 一旦它成交了 正式成交以后 要在联合国登陆 它要付2% 登陆的费用 这个是整个国际上最正规的管道 也有很多私下的交易市场 这些 它也不管联合国 但有人买就有人卖 就有人相信 为了避免企业砸大钱 却买到假探权 台湾探权交易所 已经揭牌启用 目的是引进合法探权 不过企业到底怎么抵换 如何跟国际接轨 目前还是不撒撒 现在还在规划 探权交易所还跟国际上的 比较有可信度的 探权民间机构在协商 看以后怎么把探权 引接到台湾来 还有企业大量购买探权 用来朴绿或是当成投资商品 导致碳价飙涨 不但没有达到减碳 还可能加剧暖化 欧盟已经提出反朴绿指令草案 专家也建议应该参考国际 设定探权抵减上线 国际上已经可以抵的有哥伦比亚 一个是南非新加坡 新加坡是说百分之五 脚全部都可以抵的话 大家都去买探权 那我们政府探权就收不到了 大家想法还是希望说 我们先能够靠自身的力量去减碳 去减量 减到你不能再减了可能剩下那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那我再来去透过别人的努力 我去把它买过来 然后达到碳中文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程序 碳交易市场规模 预期将会超越石油 成为五年内最具爆发力的商品 但如果当碳成了企业 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 而没有相对应的法规监管 那环境跟利益 就难以在天平上被平等看待 后期您看到这里 会觉得碳权这两个字 是个极度复杂的议题 的确 在没有任何的规范跟准则之前 它不但不是化解产业焦虑的解药 还有可能存在着金融游戏的风险 因为截至2023年4月份 全球一共有73个 正在实行当中的碳价制度 而在2022年 全球的碳价收入逼近千亿美元 但从全球政府对化石燃料的补贴 也创下了7兆美元的新高来看 仍然是无法有效推动减碳 甚至在碳权额度的交易市场上 从2021年到2022年 更首度出现了萎缩 更不用说现在还没有确定的台湾 但撇除这些不确定因素 至少我们得先挤出减碳的空间 帮未来省下一些额度 而其中让二氧化碳 转换再利用的方式至为关键 这次新四路团队也特地走访 政府到民间 来看看有哪些努力 正在进行中 一片绿油油的翠绿景色 就位在国道3号竹山交流道附近 一旁还有溪流经过 看起来环境非常好 这里是位在南投竹山的东普纳西木鸡寮生态园区 这边都是本土种 然后我们都有种的这些 所以我们这些 这里本来就是要作为一个环境教育的园区 树苗的话 我们都是林物局就是无常供应给我们 那我们从那个小树苗就过来种的话 它的育苗的状况会比找那个沉木来种更好 可别小看布道旁的小树木 它们肩负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少林的减碳排行法 就是第一名就是我们的香丝树 然后我们种的部分就是这个枫香 樟树 光蜡树 这个都是排名在前面的 没错 就是要利用这些植物 打造成高固碳场域 还有民间团体来帮忙计算碳汇 这个地区树算原生种树 还有可以保持碳汇的树有很多 那我们就开始就帮 自和局做了一个这种固碳量的调查 我们的胸径池量胸径 另外呢就用测距仪量树膏 那这样子它有一个自私的换算 不过原本是制水防洪的水利鼠 现在是斜杠变成了重暑专家 过去两年已经造林超过300公顷 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核体要具备防洪 防洋城或含洋水源 不过为了要知道怎么让植物固碳 完全又是一个新的领域 那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要原生树种 那另外就是说 它是属于固碳量比较高的 以往我们在水利工程 我们着重一个安全 那现在我们包括水利鼠都有推动 我们包括工程要减碳 所以我们在工程在设计上 也包括用绿色材料 就地取材的方式 水利鼠预估30年投入360万元 除以总碳权预估值 每顿成本约3570亿元 但现在欧盟每顿碳权才3500元 几乎不可能卖碳权来赚钱 那为何还要做 在种树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落实政府的减碳的这个目标 而且我们透过原生树种的种植 也可以引进 更快地来建立这个生态系 用种的不符成本的话 有不少企业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挤出碳权 我们来到位在桃园的显示器材料大厂 里面有着换取碳权的利器 这是我们的费乐锅 就是这个主体 银色的设备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这个锅炉可以回收废刃 转化成蒸汽 再提供产线使用 这一次回收设备 我们一年有拿到大概1500吨的减碳额度 相当于每一年有四座大安森林公园的碳吸附量 我们自己的使用量 大概是少了将近25% 大概四分之一 可是如果我们换算成一般家庭的话 大概可以节省四千个家庭使用的量 选下来的碳排放 一年就可以向环境部申请超过1500吨的碳权 比水利鼠造林三十年还要多 虽然斥资六千万元来改善制程 但长远来看是必要的统资 节能减碳我们要先做到再去谈去买碳权 因为买碳权毕竟 毕竟说实话还有人在讲说 你买碳权就是漂绿嘛 其实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子 我们要实质做到 不只一般企业透过节能的方式挤出碳权 像是碳排大户中钢 早就使用碳补级技术做好准备 到这边可以看到我们那边有我们的高炉 我们进入中钢位于小港的厂区 映入眼帘的是亮眼的黄色高压钢筒 这是全台第一座钢化联产实验场 崭新的实验场域 对照一旁老旧的炼钢厂 是走向近邻的新契机 以氢带碳来还原铁矿 第二个就是二氧化碳的捕捉再利用 第三个就是二氧化碳捕捉风存 那您提到这个钢化联产 它就是二氧化碳捕捉再利用 一年可以有4900吨的减碳量 花大把金钱和吸力把二氧化碳捕捉下来 就是因为在不减产的情况下 就算节能或是能源转型做得再好 中钢也难以降低碳排量 透过和工研院研发的技术 有机会在净零碳排中扭转这样的劣势 依据温室气体抵换专案管理办法 企业或政府可以透过节能或固碳换取碳权 不过环境部从2010年推动到2023年9月 只有93件注册 通过层层关卡真正合发的碳权 只有30件 共2437万吨 其实全世界这种碳权机制遇到的挑战都是 因为它发的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说它的整个过程是严谨的 耗时耗工都是比较久的 所以说它的我们讲说申请成本 或产生碳权的成本其实相度比较高 现在全世界都在往简化成去降低成本的方向去迈进 那台湾现在也正在往这一块去努力 试图要去克服这个问题 目前通过的专案 全是透过改用绿电设备升级等方式减少碳排 进而兑换碳权 减碳的方法虽然多 但换到碳权的案例相对少 这代表台湾要挤出碳权依旧困难重重 也成为企业未来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2023年的9月21号 远在美国的纽约 由联合国召开了一场气候雄心峰会 而当中联合国秘书长就警告 高温对全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强调人类已经打开了地狱之门 而背后的凶手叫做化石燃料 如果不做出改变 大家将会走向危险跟不稳定的世界 而同样这句话似乎也是讲给 距离1万多公里外的台湾人听的 因为在台湾 电力的来源多半与碳 有着一定程度的关系 尤其简是2022年 全台湾所有的发电量当中 红色的火力发电就占了82.4% 而其中燃煤发电是42.1% 燃气则是38.8% 至于核能跟再生能源 则分别占了8.2%跟8.3% 但是火力发电这个全台最大的电力来源 正面临着挑战 尤其在国际压力之下 逼得台湾必须要转型 于是在2025年台湾能源结构目标 将翻转成所谓532的比例 指的是这个紫色的燃气发电 也要从原本的38.8%增加到了50% 而燃煤呢42.1%降到30% 至于核能则是归零 再生能源希望从8.3%增加到20% 问题是台湾有高达98%的能源 仰赖进口 在风险跟成本考量上 燃煤虽然代价庞大 仍有其不可替代性 而接着我们将透过一个紧邻发电厂的小镇 来直及当保险跟风险同时存在的情况之下 人们应该如何选择 这是一个你从没看过的黎明活动 每天下午2点 高雄永安区乌林头的居民 总是会聚在一起 不是窜门子画家床 而是端起脸盆抹布 清洗彼此的屋子 我要洒水了 你说这不叫煤 什么叫做煤 常年积累的煤 布满窗台门前造就了这个特殊的午后活动 你很难想象 乌林头曾是石板鱼的故乡 这几个几个鱼 就是在台湾上很快的 现在还有要去吃鱼吗 没有那些都放火鱼了 我们在吃得多了 黄大哥说这几年来 有七八十户的居民遭遇搬走 如今只剩下120人 大多是上了年纪的长辈 而这120人就是最靠近 信大巴电厂的邻居 一个全台最老的 人媒电厂 他八十几年 背完 背到九十年之后 说他室内没垃圾 那些都不需要放了 我们都说不需要放就准备了 109年 说不需要放了 再放了 没得了 我们这些人就了 这是一个透过空拍 你才能体会到的震撼 在两座烟囱塔与四座半球状的室内煤舱下面 是一整片落落在外大约23公顷的黑色煤山 估计超过三层楼高 然而这座村庄与黑色煤山的距离 紧隔着防尘网和新的燃气机组预定地 估计不到两公里 原以为在2008年 这四座室内煤舱的加入能终结露天煤厂的 恐怖想象 殊不知这一大片煤山从来没有消失过 它的除煤面积现在已经缩减了六成 所以再多也不会再比现在多了 我们台电就是以供电安全为优先 那在星达这个地方 他们有一个泄煤码头 它的每天每年夏季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天后海气象的状况 它纯煤必须要维持一定的量 星达作为全台湾最老的燃煤发电厂 运作有40年了 里头四座燃煤机组 与五座燃气机组 还有三部燃气机组正在施工 其中到2025年 所有燃煤机组必须全部处意 改由燃气上限 但露天煤厂台电说不可费 其实煤是 如果你要存放的话 放在室外 是最好保存的一种状态 就是煤虽然说很脏 很不受欢迎 它对环保好像也比较不是那么好 但是如果说它在特殊应变的时候 它是可以比较容易拿得出来的一种能源之物 所以居民的指控是说没人跑到居民家中 那可是实际上去采检的 科研报告的显示 科学告诉我们没有关系 它就是要去 有要换钱穿 无量 到后来说经营没有钱 没有签 这是当人们 暴露在风险与保险之间所面临到的抉择 其实不止新达 在台湾许多电厂 也面临着这样的双重考验 你如果说假设我们全部都改成燃气 都改成燃气 可是你 比如说目前的除量 只有大概七天 夏天 那万一如果一个台风 船进不来 或者是说老公 飞机就在那边给你 挡着让你的那些天然气的船进不来 其实我们马上就会面临到这个断料的危机 其实根据经济部能源局统计 台湾在2022年的煤炭进口量 已是五年来次低 仅高于2020年 但为何台湾的燃煤发电比例 却降不下来 台电公司也有跟民间买电 譬如说气电公升 那有一些气电公升 它也是燃煤发电 那个部分 它的余电卖给我们 可能那个部分的碳牌 我们也要算嘛 位于云林六千工业区的 麦料发电厂 是全台湾最大的民营燃煤电厂 根据2021年的估计 在里头有16座气电公升机组 约有4成的电力都卖给台电 然而根据云林县政府的说法 他们占据了全台四分之一的排炭量 每年高达6700万吨 不过意外的是 在这里对烟囱的定义 却不同于高雄的屋林头 我也是去6千里做工 我都没什么感觉 麦料的子弟也很少去6千里 例如在上班 6千里去吃 就有些救费问题 有些救费问题 有些救费问题 6千里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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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家的都拌了 很多 这样喔 这家的家庭都拌了 这家庭很高 这家庭很高 差不多一千多万 还是好久 好久 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好久 营养有钱都不免费啦 如果在乘客的都有 有车给你接送 还可以補充一年7200的 就整家都来啊 7千里去吃 7千里就是回馈了 6千里回馈了 轮金木林 就年轻人回来 都是为了进行工业局工作 你说这一些 在麦寮街上的所有的商店 当然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元口数 因为台座六清员工的出入 产生了附加的经济状况 其实你说他们的连结 绝对超过60% 有一些之前我们 尤其像我们以环境为主的 一些团体或者是个人 在跟台座讲述说 要求他们离开 其实我们就会遇到地方 很大的反弹 因为他们会觉得 你卖了 六清走了 你卖了还能做什么 没有抗争 矛盾共生 当污染源 变穷资源 挤住庞大经费 就业机会 成了小商镇 不能不要的经济保障 但在健康和利益之间 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吗 像前一阵子 台湾的 那个 很多民营发电厂 它宁愿不发电 为什么 因为煤炭涨价 涨了两倍多 可能又两倍多 两三倍 他们宁愿选择不发电 那台电只好多发 但是全国总业用煤量 因为用电没有减少嘛 所以用煤量还是得增加 因为太贵了 太贵了 我就干脆不要 我就用你的电就好了 去年恶物战争 煤电的价格 涨得比气电还高 我自己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透过政策 用空污费 或者用碳水的方法 让燃煤的价格 是比燃气来的高 那这样的话 这一题就解掉了 说穿了 台湾煤炭进口量 降低的背后 来自于价格变贵了 但到未来 煤炭不再昂贵 炭费 炭税又该收多少 截至目前没有定论 能源转型 简单四个字 是一道融合经济 生计 供电 环保 和国际形象的复杂习题 而这道习题 至今仍陷在保险与风险的天平上 不断买当 不过要达到能源转型 难道只能开发新能源吗 在此之前 我们要谈谈何谓碳排放 而碳排放准确的来说 是指的是温室气体的排放 因为组成主要是以二氧化碳为主 所以又称为碳排 它们来自于燃烧燃煤 或是石油跟天然气为主的化石燃料 占大部分的无色无味 却会使全球暖化的速度加快 极端气候加剧 甚至冲击你我的生活 即便是燃气发电 每燃烧一吨也会排放出 二点七五吨的二氧化碳 因此当代天然气的运用 必须要考量如何有效降低碳排 甚至让碳不要排放出去 可以回到发电系统再度被利用 这不仅仅是台湾 甚至是全世界都想想办法解决的难题 继续我们将从研究团队的角度出发 为大家找出烟囱下的解放 天空灰蒙蒙一片 烟囱不断冒出浓烟 环保署统计289家排碳大户 2021年排放233百万公吨温室气体 电力产业就贡献一半 即使2025年燃煤发电要往下修 提高燃气比例 但其实都是火力发电 从数据来看 燃煤为主的台中电厂 一年排放2742万吨温室气体 燃气的大潭电厂也有1096万吨 想让烟囱不再乌气抹黑 中研院提出去坦燃氢 这个去坦燃氢计划是院长的构想 所以两年前就是提出来以后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研究这样子 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要 看研究进度这样子 来到中研院最新落成的建筑 连细所都还来不及分类 团队已经抢先进驻 每周报告进度 能感受到研究有多击破 而这间实验室 从总统到台积电都听过报告 第一个看的是蔡英文 然后再来是刘德英 两年前我们就用这个一公分的 当个反应炉 里面催化剂这样子 然后这个成功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把它扩大 后来扩大这个两年以后 我们这个反应炉已经到次寸了 这个是一公分的次寸的比较 你就可以知道产量 大概增加100倍以上 这边流量有点到不了 可能把那边的压力稍微调低一点 实验室中间摆着反应炉 现行燃气的发电方式 每燃烧一吨天然气 就会产生2.75吨二氧化碳 所谓的去碳燃氫 则是把天然气 以1000度以上的高温 加热裂解成固态炭跟氢气 再用氢气燃烧发电 就不会产生二氧化碳 而固碳产物还能作为工业原料 这是我们实验室用 这个去碳燃氫的方法产生的碳 这样子 这里收集了很多碳在这边 美国 德国 还有澳洲都有开始在设厂了 而且他们10年前就开始在做了 比我们迁进了 但是这个技术有一些瓶颈 独子里面 这个碳氛液产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你怎么把它拿出来 这就是技术 这就是瓶颈 但这一套系统要顺利运转 关键是得找出神秘的催化剂 中研院团队花了整整两年 不只跟时间赛跑 还得跟各国赛跑 现在温度几度了 目前还在升温当中 目标是要射到 快800度了 对 目标是要射到 1000度 1000度 开了100多次的进度的检讨会议这样子 为了这个事情还住院了 胆结石住院住了三次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为了这个计划真的是 是压力蛮大的 但是西方人做出来对国家有帮助这样子 中研院的去探燃氤 号称是目前国内最可行的轻能解放 也获得台电签署合作备忘录 而这座天然气裂解反应炉 未来将扩大规模 和发电机并联混清发电 不过轻气一定得在国内生产不能进口吗 依照台电的估算的话 假设用从澳洲进口轻气的话 电易度要10块钱 现在两三块钱 四块钱大家都哀哀叫了 那你还用这个进口的轻气 那10块钱那是几乎是 几乎是没有人敢用的 解决了台电烟囱 别忘了还有石化跟钢铁也是排碳大军 陈昊明领军的台大化学团队 正在研究把排放的二氧化碳 直接转成有用物质 目前看到的这一间 就是我们用来做二氧化碳反应的这个实验室 那这个目前所看到的这个黑色的粉末 就是我们用来做二氧化碳 还原的一个其中的一种的催化剂 眼前的黑色粉末叫做单原子三架铁 过去几乎没人听过 因为这是团队在尝试了50多种元素之后 找到的最新催化剂 二氧化碳经过它 就能直接变成一氧化碳 可以用来组成其他的化工原料 可以涵盖的产物其实有五六种 它可以从一氧化碳 然后甲酸 乙烯 甲醇 乙醇 然后甚至到甲碗 它基本上都可以做得出来 台大化学团队找到的 单原子三架铁 能在极低的电压下转换效率高达九成 号称目前全球最高 已经吸引台速上门谈合作商转 好 那你现在把那个丢下去 低能耗催化剂有多难找 陈昊明从2013年就开始 跟日本和瑞士团队合作实验 而这一做就是十年 我们一个两个月才能来做一次实验 所以变成我们每一次做任何的改进都必须要等到一两个月后才能来做 我们一年可能了不起就做四次五次 那每一次的改版我们又要拿来从事 所以这个时间就会让我整个研究的速度 没办法非常的快 从硕士到博士都在国内完成 陈昊明原本被称为本土博士 但他这一项研究成果却登上全球顶尖科学期刊 在国际上很聚能见度 就连香港的学生都特地来到台湾加入减碳团队 现在研发的技术是人工的光合作用 然后可以以后可以用很工业化的方式去做环保 可以把二氧化碳转成就是有用的物质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兴趣 然后这个技术也就是可以帮助到世界 然后也是很有发展的空间 从化学到物理甚至光电 横跨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 不约而同都在寻找让碳消失的解方 期待看见的是未来烟囱排出来的 从温室气体变成无色无味的洁净空气 而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也是一个跟转型有关的故事 但是它的转型不是从老本行开始 而是重新开辟一条新航道 它就是台船 一个日记时代就存在的公司 从渔船 商船 货柜船 一路做到了军舰 在2016到2018年间 全球航运市场低迷 这三年台船就惨赔了将近95亿 而如今他们要靠 离岸风电这个产业重新启航 打造世界第二大的离岸风电主力工作船 大概如何从蓝海走向了绿南 带您到现场抢先揭晓 工作人员忙碌的手停不下来 电光火石之间制造出的庞然大物 就是这个 高雄港区停泊着一艘海上巨兽 甲板面积足足有1.3座足球场大 这是台湾史上最大 世界第二大海事工程建设船 环海翡翠轮 更是台船公司逆风前行的最强武器 我大大小小的船都照过 就有过柜轮 有散装货轮 有油轮 我都照过 但是呢 这艘船是最复杂 最 工作量最大的 连有50年造船经验的台船总经理 也差点被环海翡翠轮难倒 身为全球第二大型的浮吊船 可以吊挂4000顿重 等于可以一次吊起3000辆小客车 当然也是安装离岸风电 水下基础和大型风机的利器 这艘船呢 因为它的功能非常的多 所以它的系统也非常的复杂 台湾离岸风电里面 它在安装的效率 还有准确度 还有施工的品质 对这离岸风电的安装的事业 是贡献非常的大 第一次建造海事工程建设船就成功 靠的就是背后累积的制造实力 钢板透过产线从中钢的工厂运送过来 在这里要多一道程序 经过预喷涂的处理 让钢板多一层保护 更不容易锈时 也增加耐用的程度 让离岸风电水下基装更扎实 台船本身我们的涂装本来就很强了 再加上我们用的都是本国的劳工 我们这次完全没有用任何一个移工外劳来取代这些 所以培养出来自己本土化的这些施工人员 还有加上我们的同仁 在这几年我们台船的优势就是取得很多国际认证 不过在看似风光的背后 台船的发展史却是一部惊涛骇浪的血泪史 台船这几年在商船制造上面 可以说是前有狼后有虎 这种商船的市场 大概都是由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国家垄断 在去年的时候 这三个国家的商船业务 已经可以说达到98% 2016年开始全球货柜航运步入低谷 让台船的商船业务大受影响年年亏损 虽然2021年遇到航运业塞港缺柜缺船的盛事 但台船却没有受惠几乎没有拿到商船订单 台湾并没有这些商船的产业链 像主机 发电机等等 都是国际上外国在生产的 为了自救 多角化转型 刻不容缓 国舰国造计划给台船重新大显身手的舞台 加上切入离岸风电市场 让营运有了先蹲后跳的机会 它是一个国家一定要存在的策略性的一个公司 可是它又活得很辛苦 那因为财务一直不是那么好 财务不好就是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核心的一个业务 让国家的政策能够正式的丢出来 来扶持台船 虽然拥有雄厚的造船实力 但面对潜见国造又等于打掉重练 从无到有的过程非常艰辛 那潜见就比较难一点 潜见因为牵涉到很多的红区的装备 还有它的这种机敏性 我们没有做过这么精致的一种战舰 所以要磨合 要一段时间 潜见研制的过程讲究高精密度 虽然困难 但只要原型舰成功交舰 后续还有七艘潜见的订单 再加上维修业务 也将成为台船未来的获利动能 参与潜见国造的研制人员 平均年龄34.5岁 这些人才都是台湾造船界的宝藏 不过台船也面临人才流失的困境 董事长就自嘲是新人培训地 新人招募进来 一年之后的离职率高达4成 大多都跳附近的中缸或中游 为了留住人才 台船出其招 这间拥有50年历史的老字号造船厂 跨足建设要盖员工住宅 从事3K的行业 确实要留住人才不容易 新建住宅 然后用比较低于市价的方式 来让员工成功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台船并没有自己的土地 所以要找到土地不容易 那我们后来是刚好跟有地族合作 一起来合建 员工们都很期待新动土的建案 以低于市价行情卖给员工 只求员工可以稳定在这边安居乐业 台船过去50年 在传统商船市场 受到成本和规模的限制 面对中日韩的竞争 绞尽脑汁找新出路 让这间走过半世纪的老企业 正迈向全新的道路 今天台湾新思路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